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琪倾斜八位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除了刮法 还有心里可以刮的 毛线 那么在这个冬季呢 其实决定带着电机前呢 你一起来玩毛线 好 我们现在来欢迎这家店的老板世瑶 帅哥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来 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家毛线店 我们店的话是主要是做那种手工地毯 然后还有那种挂毯 做墊 杯墊 都可以自己DIY的 对 然后我们是专门用那种 我们是一家玩毛线的专门店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 咱们就是一家玩毛线的毛线店 是不是 那像这种现在的毛线店 和我们传统概念里的这种毛线店 好像不太一样 原来我们的这个毛衣 毛库 都是手工织的 对 现在呢 现在的话我们有这种专门的一体化的 就是那种专门的机器 然后用来就是DIY嘛 就打到我们专门的一个画框上面 就是用仪器 用机器来打 是不是 对 那你这么年纪轻轻 就给人家织毛衣 织毛枯吗 我们不织毛衣 不织毛枯 那玩什么 我们玩地毯呢 地毯 对 相当于是那种偏艺术类的 对 地毯啊 挂布啊 挂毯啊 这种装饰类的产品 对不对 对 装饰类的 偏艺术类 好 那么今天呢 就让世瑶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毛线 好不好 普通毛线织成漂亮的挂毯和地毯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功力 零基础也能玩出新花样 你敢信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卡 我们从刚刚的毛线区来到了这个前厅 对 但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这个投影 这个在织毛线店里面有用到投影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有什么作用吗 因为我们方便客户的话就是 因为有些图案它会比较难嘛 对 我们就选择用投影的方式 就是让客人把自己喜欢的图案投影到我们的这个地毯布上 对 然后的话咱们用这个笔来把它进行一个轮廓的一个勾画出来 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 那等于是我们先要选择自己喜爱的图案 你想做什么DIY都OK 然后把它投在这上面 然后就勾勒出来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骤是不是 那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咱们来画这个就可以了 这一步操作起来很简单 只要在画布上按照投影的图案勾勒出框架就行 今天我完成了我做手工时尚 我觉得最轻松的一次 因为就是感觉是凌模嘛对不对 你看我磨得还可以 对 磨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要做啥 直接打了吗 来 切切 我给你一个篮子 咱们先去选颜色了 选毛线是吗 对 毛线 走走走 带着我的篮子去挑颜色去 选好毛线之后 我们发现是要手上哪里把枪 这个枪呢 其实就是开场你说这个工具枪 对不对 对 它叫做什么枪 触龙枪 触龙枪 一种是圈龙 还有一种是割龙的效果 我说得太深了 我不太懂 反正终极意义就是我们要套毛线的 是不是 对对 可以把毛线打到那个地毯上 好神奇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先打哪一块呢 你看我画的这个图案 特别可爱 所以你觉得这个绿色应该铺在大面积上 对对对 是不是 拿着这个枪 感觉这个枪还是挺有分量的 对 但是我已经不敢动 咋动呢 咋动的话 咱们现在电源开关已经开了 对 然后的话咱们就先把这个枪拿平 对 然后抵住这块布 戳进去 对 戳进去抵住它 然后就可以按这个红色的开关 对 对 就这样走 对 我发现这个就是很解压 对很解压 超解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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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发现 咱们这个运动呢 是非常解压的 超解压的 就打得非常的爽 你知道吗 对 看起来非常的规整 看不出来它是个毛毯 来 看反面 对 这个好可爱 它的整一个毛线就炸开了 就真的有这种地毯的感觉和模样了 但是怎么把它抠上来 对 咱们就用这个剪刀 把它从这个画布上给剪开 直接剪吗 对 直接剪 那它不会这个散开吗 不会啊 因为这个的话已经是黏在里面了 哦 好嘞 最后剪一下画布 把面涂上胶固定 等胶彻底干透 这可爱的小地毯就做好了 好 谢谢各位 喜欢谁的图案呢 就用技术打出来 瓜坛瓜豆腐里 不但可以重视那个风格 而且瓜哥特别温馨 显得人特别有品味 好 继续我们请到广告 广告持有更多精彩的理论 欢迎收看 马上讨论 上了年纪 你是否感到腿脚无力 酸 麻 胀 痛 容易摔倒 这是由五脏六腹虚弱引起的 皇帝内经称之为伪病 益寿强身高 根据皇帝内经甘虚至经纬 兴虚至脉尾 匹虚至鸡尾 胜虚至骨尾理论 配武人参 黄旗 甘草剑皮通络 熟地 黄经 三旗强经兼骨 当归 白韶 红花 荣养经脉等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大作方 调武脏 武器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 腿脚有力不摔倒 易瘦强身高 咨询电话400-636-7799 感恩大回馈 前一百名咨询 赠送价值三百九十八元 健康大礼包一份 健康热线 400-636-7799 400-636-7799 地宝当家栏目 由肠康百分百纯芝麻油 赞助播出 立东西西里士就不用我多玩了 也就是冬天中 酒店小中真是节目 那么说国家集结养生 有要注意哪些方面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东 昨天一过 我们也正式迎来了2021年的冬天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 我们有哪些养生方法可以学习呢 昨天其实我们说立东已经来了 我们说的 正常我们说立东这个节气呢 我们提到有一个特点叫做万木冬藏 就是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节气 我们自然界叫做水使冰地使洞 就是我们这个寒气已经过来了 秋已经进了 这个冬天直接就过来了 《皇帝内经》里面 其实提到有一句话叫做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早卧晚起 对 必带日光 这其实也是提示我们在立东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要收敛我们的阳气 第一个提到就是刚刚提到的 早卧晚起 也就是提示我们要早点睡觉 可以适当地晚起床 因为我们说的 在这个时间段内 把这种睡觉的时间调整过来以后 能带自己醒来的时候 能够真正地跟大自然的这个阳气 即将顺接这种过程 所以尽量的时候要求大家 可以适当地晚起 但是要早些睡觉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去适当地去加衣服 在这个节气 我们尽量要储备一些外套 或者相关性的一些厚的衣物在身上 方便及时地增减衣物 觉得还是要带点暖 对的 然后第三个我们说的 在这个节气我们也要学会去吃 要怎么样学会去吃 也就是说在冬季的时候 我们说的要适当地去进行进补 去帮助我们去提补我们说身体的一些氧气 包括我们去吃一些像我们说提到的一些牛羊肉 适当地进补一些 或者说去吃一些像一些我们说的枸杞 这种滋鹰的 养鹰的这种药物也好 或者说这种食物也行都可以 但是尽量地去避免去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然后像我们说一些造物热性的东西 还是尽量地去少吃 中医认为 立冬节气的到来是阳气潜藏 阴气盛级 自然界草木凋零 万物活动趋向休止 所以立冬养生 这第一步我们要 练阳气温补养阳 另外专家提醒我们 在这个节气里 要特别注意这五个地方的保暖 低暖是我们说的暖颈 暖颈 就是脖子 对的 就是说到了这个节气以后 其实我们说的气温下降了 我们在外面暴露的皮肤 或者说暴露的关节 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说的 脖子是一个最重要的灾区 很多人因为这种 贴近冷了以后 受凉了以后 出现了头晕 头痛 脖子痛 都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保暖 引起来的 所以建议大家去做一些保暖的 对于颈部一些保暖的措施 比如说戴围巾 戴一个丝巾去避风 或者说去穿一些有领子的衣服 然后第二个是暖肩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去加一些衣物 覆盖在肩部 或者说适当地去盖住它 然后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暖颈 暖肩 接下来那我们就是暖腹 暖腹 因为本身我们局部 在立冬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进食的过程 但是这种进食的补充的前提基础 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脾胃的功能 包括我们进行用一些暖水袋 艾灸 或者说一些药包 中药的药包 暖宝宝 都是可以的 然后第四 我们说的黑衣 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 我们说很多老年人的一些暖膝 膝盖这个关节 而且膝盖在这种节气里面 也很容易受寒 最后一个暖脚 这是我们常见说的 我们说的弹从脚起 我们在进行保暖的第一药物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是泡脚 我们通过泡脚的方式 能够促进我们局部 足部的一些筋络和穴位 从而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 气血的运行和脏气的一些功能 达到一些我们说 补抑身体和强健身心的作用 这无暖 希望大家可以适当地 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相应地去进行尝试 来让我们度过一个更好的冬季 我们说这期的永生 其实是非常有套利的 刚才中央我跟台阁都讲迹了吧 永生点中央 宝宝加西里 就要跟宝宝宝妈能够学义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宝宝腐食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可爱的安安嘉丽 还有我们的宝妈亚文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安安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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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之前来过你家对不对 今天亚文要给安安做什么好吃的呀 今天我们做一道就是 番茄雪鱼 番茄雪鱼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番茄 雪鱼 大葱 首先将番茄洗净切块 雪鱼切成长条状 切两小块生姜 和大葱一起放进雪鱼里 腌制15分钟 去腥 将雪鱼倒进装入玉米淀粉的碗中 使之充分包裹 接着锅中下油 放入雪鱼翻炒 放一边备用 番茄下锅翻炒 倒一小勺宝宝版滴辣酱油 和拌碗水 烧开 倒入雪鱼继续翻炒 收汁即可出锅 好了 今天的宝宝腐食呢 是新鲜出炉了哈 是这道番茄雪鱼对不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道菜有些什么样的燃养价值呢 今天做的是一道这个番茄雪鱼 大家都知道这个雪鱼里面呢 它的刺是很少的 然后它的肉质呢 也非常的鲜嫩 然后呢 就非常 里面很多的优质蛋白 非常适合宝宝食用 然后因为这个雪鱼的蛋白比较多 然后就可以促进宝宝的一个生长发育 增强它的免疫力 而且也是加了番茄 对 然后口感就会比较好一点 宝宝就会吃得更多 香一点 好 那我们让安安来赶紧享用下 今天的美食好不好 看看她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好的 好吃吗 安安 好吃吗 好吃吗 哎呀 嘴巴还在动 感觉她吃的是津津有味的 那接下来我来尝一下这个番茄雪鱼 到底好吃不好吃 好吃耶 这个雪鱼非常嫩 然后呢 这个番茄的味道非常浓郁 酸酸甜甜的 怪不得一口接一口 因为我也觉得好好吃 而且这个我感觉非常下饭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碗米饭的话 对 应该会非常棒 那接到番茄雪鱼呢 也推荐给电视机前的宝宝宝妈们 雪鱼 西风寺都是宝宝家和有用用的东西 如果大家多好为了宝宝宝妈们 炸西东西 好 休想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我等天堂亲仔里都炸西飞 我叫李西青 今年六十二岁 我熬高熬了大半辈子 高芳 经酒间浓缩 能润泽五脏六腹 历来名贵 易寿强身高 源自江苏省明老中医陶念堂 荣惠渐蹄通弱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等名方 形成二十二位药材大作方 通过条五脏 补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易寿强身高 国药准治 中药高方 咨询电话4006367799 感恩大回馈 前一百名咨询 赠送价值三百九十八元 健康大礼包一份 健康热线 4006367799 4006367799 是的 做菜要用好油 我选他 他 他是谁 长康 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 是的 绿泰双低更放心 更放心 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 广告之后进来继续 欢迎回到真正播这个底下段看 台阳我下期 我是萌萌 接下来个时间我给萌萌 帮大家一起来飞翼啊 来上个体谈的 往风载能骑到哪吒 哎呀太多了 比如说蟹奖捞粉 鼻鼓的载啊 嗯 不算早 还有鼻鼓给你找个 这个还不早 那那那油鲸鱼 油鲸鱼给你公载吧 给萌萌菜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 再想要 更早的我想想 哎 有了 田螺赛肉 早早 刚才的网对了哈 其实给萌萌菜籽油 我在田螺馆加过 那田螺馆搞到现在的话 就是最包袱的往风打卡店 是的 给你公载吧 给萌萌菜籽油 同一世纪比较流行 还有这才记得吧 还有 那我还真是不记得了 叫玉米烙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常菜 今天我们刘大厨 教大家做的是一道主食 平常这道主食呢 只能在这个饭店 酒店里面吃 那但是其实制作它 到底难还是不难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们按我教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去做 而且会做得很香 是什么 黄金玉米烙 黄金玉米烙 这道好菜呢 真的是很多小朋友 在这个酒店 都很爱吃的一道 必点的一个这样的点心 对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道菜 需要哪些原材料呢 黄金玉米烙 需要的原材料有 糯米粉 生粉 玉米 胡萝卜 黄瓜粒 在我们想象当中 觉得做玉米烙 它似乎是需要面粉的 可是我刚才 我们在这个原材料当中 完全没看到面粉 而是这个 糯米粉和生粉 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道菜 它不需要面粉 不是 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 生粉和糯米粉就可以了 切好的玉米胡萝卜黄瓜粒 下锅焯水 水沸腾之后 出锅沥水备用 加入少许生粉 搅拌均匀 依照自己的口味 加入白砂糖 随后加入糯米粉 少量少量的加 玉米粒 搅拌至干爽不脱粉 此时再加入一点清水 搅匀之后 用手揉搓 锅烧烫 这样可以避免粘锅 加入底油 揉好的玉米烙 下锅摊开 中小火来煎 当玉米烙能够在锅中转动 一面煎定型之后 再来翻面 两面都煎香之后 改刀 黄金玉米烙就可以上桌了 黄金玉米烙 这样就做好了 但这道菜的话 你觉得他们在家里头 能成功吗 可以 就是在这里的 就是我们把玉米 可能大家别忽略了一个小细节 我们的玉米呢 一定要用水煮一下 再放到碗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酸粉 和面粉 白糖 去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还有很多人会问 这个玉米 要从这个玉米的棒子上 拿下来 这是不是觉得 特别麻烦的件事情 但是呢 是不是有这个一袋一袋 就是脱好的这种玉米粒麦 超市里面有这个罐头玉米 一袋一袋的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个玉米棒 我们也可以把它煮熟了 把它用刀把它削下来做也是一样的 对 你如果用手一个一个掰 那确实很非识 用刀的话会好很多 对对 好 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他今天教大家的黄金玉米烙 快来度 好为了吧 黄金玉米烙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是在国安路的诸葛烤鱼里吃到的 诸葛烤鱼里吃到的 诸葛烤鱼当时是吉保府 对啊 好多年都是从这个高年结果 但是结了这个店 玉米老爷是必定的在 没错 那慢慢的也有很多店 都有了这道菜 但是慢慢的也有很多店 没有这道菜了 过去李希莉莉其实想要压成长 弄个这些是需要放在这吃干 好多店是在太饱腹了 没有多吃干 各自一样就管不到个这菜了 没错 但是现在没关系 我们已经家常菜 把这道菜学会了 一样好吃 嗯 谢谢 我叫个汪金玉米老 哪个有给我付 谢谢你送你送你 我叫李保罗 住在紫固路社区 今天 送这道菜给我爱人 希望他人喜欢 今天这道菜呢 是我们李叔叔要送给 阿姨的对不对 我们家里面谁做饭 我做饭 你做饭哈 我们来看今天这道菜 好香啊 感受得到这是什么菜吗 有玉米炒蛋 是玉米 但是不是炒蛋 是玉米烙 烙 烙玉米 应该 对 您在家里做一般玉米怎么吃 阿姨 玉米啊 我玉米就是玉米炖它 对对对 一般家里面是拿玉米炖排骨之类的 是不是 玉米烙其实在家里面做起来 不是很容易 很方便 但是这道菜呢 比较复杂 但是这道菜呢 可以在酒店里面经常吃到 那么也相当于一道这个 又可以作为下饭菜又可以作为一道餐后甜点啊 来 送给您 希望你能喜欢 阿姨 来 叔叔 问一下 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菜送给你 爱人 靠老太 靠老太下 因为平时都是她做饭 是不是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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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的阿姨就做了三十年的饭 是不是 不容易 都是她做 给您点个赞 阿姨 李先生说 结婚这么多年都是爱人在下厨 除了做饭之外 生活中爱人也是处处关心自己 对自己的事情特别上心 我是已经高血压 一定可以老是自己忘了吃药 对 是的 其实像我父母现在就是年纪逐渐增大 像三高他们也有 然后其实我就发现这种 像高血压 高血脂肪这种 就是得经常得吃药 对不对 就不得断药 但经常会容易忘记 是不是 经常忘记 还好她 那你不能嫌她烦哦 她提醒你吃药是好事是不是 她也是为你身体着想 你们俩 嗯 您说 有三天经过去用的 那她当然希望是你吃了药之后 你这个血压就降下来 你有一天不吃药 对不对 阿姨 咱们是好心 那你们俩平时会吵架吗 一般不吵架 一般不吵架 那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躲开一下嘛 所以你们觉得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坚持了 还有一个就是 说一件宽容啊 坚持 坚持一个本心啊 对 不忘初心 对不对 说得很好 叔叔 爱情像饭菜 注重味道 而婚姻像双筷子 注重方法 一双筷子 心往一处响 力往一处使 才能把美好的日子加起来 老公呢 在宋德斯干个老婆 就要老婆对家 是特别爽心 美丽 都要提醒你 准事一下 哎呀 我到国内 我是特别感动 想起来 挺聚的一群 而且我只在乎你 好 我们现在来关注 故事电梯了 我们下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 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多运动 心好脑好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骨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齐清血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哄啊 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味药材 输筋建腰丸 强筋骨 趋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对了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活脆中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肠胃本一家 检查治疗不分家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专注肠胃病诊疗 四十五年 公立专科 实在我们信赖 专业 精准 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 主任亲诊 预约检查 当日取编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 预约热线 零七九一 八八六三 七七七七 地址 南昌市明德路 四百七十三号 地宝当家栏目 由太极城乡画期片赞助播出 进来个节目演播 至于大家美丽的观众 又成功 百分之百 纯芝麻油 它要播出口 听不懂嘎 大家好 下次新来个老朋友 明天老师 跟着给你 点得高位 向大家锁定逛秀 开心快乐 肯定宝 明天再见 拜拜 张氏馆辣椒炒泥丘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好菜 吃起来辣椒是 鲜鲜嫩嫩嫩的 它属于这种鲜辣 泥丘呢 又是这种 炸得很香的那种